大家好,欢迎来到《魔科无量》,嘴巴富贵,福宝自来。 古语有云,人寿一句话,佛寿一炷香。 人活在这世上,最容易犯的就是口业。 很多人没做什么坏事,但就是命运坎坷。 究其原因,大多是自己的嘴损了福宝。 一个人的口德决定了他今后的命运。 所以,千万不要在无意之间,因为说话而漏掉了自己的福气。 命不好的人,口德必定不好。 古人说,嘴上不积德,害人中害己。 如果嘴上不留德,经常说一些刻薄伤人的话, 看似伤害了别人。 最终伤害的,其实是自己。 生活中,有些人喜欢说人是非, 还有人一生气就脱口出诅咒人的话, 这些都是损服最快的行为。 苛责父母的人, 自己的儿女同样不会孝顺。 抱怨领导的人, 之后很难生之夹心。 埋怨伴侣的人, 往往婚姻家庭不顺。 怨天怨地的人, 老天爷都不会庇佑, 蛇是伤人人, 口是祸福门。 我们的嘴巴要积点的, 才能留住福报。 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 是众兄弟中才华最高的, 从小就天赋一柄, 所有人都认为他的前途一片光明。 然而, 曾国华却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就是怨天尤人, 口无遮拦。 生活中稍微有些不顺心, 就迁怒他人, 指天骂地。 久而久之, 身边的人都不愿与他相交。 曾国藩曾告诫弟弟, 不要出口伤人, 更不要埋怨上天, 但曾国华依然我心我素, 没有任何改变。 最终曾国华在战役中惨败, 落得个死无全尸的悲惨下场。 口不积德, 惹怒上天, 自然命运不顺, 灾祸临头。 佛经中讲, 以言折尽半生负, 口恶之人灾祸多, 嘴毒之人福极少。 有些人, 讲话很刻薄, 聚聚商人, 就这样损掉了半生福报。 古语云, 福报从口入, 祸端从口出。 一个人, 要想改变自己的运势, 就先从修炼口德开始。 人祸一世纪口德, 福气自来少祸端, 曾是强先生说, 做一个人, 最难的就是说话, 所有的祸患, 都是从你说话带来的。 人生在世, 开口说话, 看似简单, 实则最难。 恶与伤人心, 良言利于行。 阴光大师告诫世人, 好好说话, 就是要说有益于人, 让人心生欢喜的话。 一个人, 口得好, 才能运势好, 谨言慎行, 人生才能越走越顺。 死分率域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在古时候, 有一位富商, 爱好养牛, 他的牛身材健壮, 但唯独有个缺憾, 就是独角。 有一次, 成为一位长者, 举行赌金赛牛的活动, 他听说之后, 就带着自己牛去参加比赛。 比赛开始之后, 现场有很多人围观, 他对着自己的牛喊, 死独角牛, 一脚。 可谦, 这牛听了之后, 感到愤外羞耻, 他觉得主人在嘲笑他。 于是, 没有尽全力去比拼, 输了这场比赛。 后来富商问他, 我平日对你爱护有加, 为什么你要故意输掉呢? 牛委屈地回答, 主人您在人前侮辱我, 用恶言描述我的丑相, 所以我不想为您效力了。 富商恍然大悟, 后来再去参加比赛的时候, 他就说, 我的牛最健壮, 一定能赢得比赛。 他的牛听到后, 就充满斗志, 为主人赢得了比赛。 连一头牛都受不了恶言的伤害, 更何况人呢? 佛陀说, 凡有所说, 应当说善语, 不应说粗恶语。 真正的善良之人, 心中有爱, 懂得嘴下留情, 会用自己的语言温暖人, 而不是伤害他人。 还有一个故事, 可以让我们明白造口业的代价, 警醒世人, 注意口业的严重性。 从前有一位圣者, 他的名字叫黎月, 长期住在深山中的岩洞里, 精进羞耻苦行, 后来终于得到, 证得了阿罗汉的果。 有一天, 黎月老阿罗汉利用空闲的时间, 整理山洞, 他看见自己一件百纳僧衣, 退成蛋白的颜色, 想把它再染成灰色。 他便向山中寻找能够染液的草根和树皮, 来充当染料。 并将僧衣放在锅里, 然后用烈火烧煮。 当老阿罗汉开锅用柳枝翻搅时, 发现锅中那件百纳僧衣, 竟变成牛皮, 草根和树皮也做起怪来, 皆变成牛肉, 染料的水也变成红血水, 而且牛肉的气味特别重。 老阿罗汉惊恶道, 我的业障来了。 因果业报真是不可思议, 世间造口业和恶意的人, 均逃不出因果报应的追踪, 且看即刻便有夜报来到。 这时, 忽然有一个粗暴的农夫匆匆追来, 大声喊道, 喂, 和尚, 你这个出家人今天大开杀戒, 山里许多山猪, 山羊还吃不够, 连我的羹牛也杀了。 我早上才牵牛到山边吃草, 不多时就不见了, 到处都找不到, 原来是你这个和尚偷来把他杀掉。 农夫把全国的证据带走, 并且气愤愤地逼住老阿罗汉黎月去见国王。 国王问农夫何事, 农夫即将经过情形向国王申诉。 国王问黎月有什么话说, 马阿罗汉回禀国王说, 大王, 这是我的夜报, 贫僧无话可说。 国王说, 被告既不申辩, 又有铁证在前, 偷盗罪难辞, 出家人破杀戒, 又犯偷盗罪, 违反了佛教的根本大戒, 戒律和法律均所不虚, 绝对无法容输, 因此黎月阿罗汉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 十二年总计有四千三百八十天之久, 黎月老阿罗汉在监狱中, 每天除了修持佛法以外, 即担任清洁环境, 扫除厕所等工作。 晚上则端身静坐不卧, 他的慈悲忍辱, 深受狱官和狱卒的称赞佩服。 行满释放时, 黎月老阿罗汉走出羽门, 即飞上空中, 放大光明, 对国王等人宣讲了这个素氏所造的因缘, 我在过去世中, 曾出生为农夫。 一日走失一条牛, 入山寻觅, 看见山洞中有一位出家人在修行, 我那时失察, 误以为牛屎被他所藏匿, 因为当时山中并无他人。 我急恶心堵口, 扰乱他一天十二小时, 要把他驱逐出山, 送交国王拘禁于监狱之中。 当时我造口业十二小时, 如今愁债十二年冤雨, 好像借钱生利息, 日期越久, 利息越多, 我今生偿还所加的利息, 是当时造业的八千多倍。 至心修善做功德, 都是失一得万的福报, 恶口造业拨弄是非, 也是由一得万倍的业报。 稍微的插五, 就会遭受无量无边的残酷。 国王等人听了都很精据, 原来随口造的口业, 果报这么严重。 好好说话是一门艺术, 我们要学会说碍语, 说柔软语, 说理他的话。 福或无门总在心, 我们每一个起心动念, 都会影响未来的人生。 说好话, 做好事, 与人结善缘, 就是为自己积福报。 福自功德来, 功德从不失来。 好好说话, 就是一种最好的不失。 做人不仅要有一颗善心, 更要有一张会说话的嘴。 口业有两种, 一种是搬弄是非, 一种是制造是非, 这都是口舌的恶业。 有些人的口业只是一种习惯, 他们没有想到是否糟口业, 只是爱讲来讲去, 口没遮拦。 每当知道一件事, 或想到一件事, 马上告诉人家, 而且加油添醋, 夸大失实。 例如, 听说某人吃了一块大饼, 他会说成, 某人偷吃了一块大饼, 这是他的恶习。 如果他不是预谋, 也没有恶意。 我们只能说, 这是有病态的人, 没有什么造业不造业的问题。 如果你明明知道是造口业, 明明知道会使人受到伤害, 也明明知道不可随便乱说, 你还是说了, 而且还制造了一套假证据来告诉别人, 那就是造口业了。 你造的口业, 使别人受损越大, 你的果报就越重。 到底是什么果报? 要看人家受到什么样的损失? 不一定是对方再造相同口业来伤害你, 有的是从人而来, 有的是从环境而来, 造口业者会受果报的。 静坐长思纪过, 闲谈莫论人非是做人的美德, 少批评, 多赞美, 是避免口业的好方法。 有的人是在造口业之后, 才知道已造了口业, 他知道那些是说不得, 只是脱口而出, 并没有预谋或挖空心思, 要使人受害。 讲完之后就马上后悔, 怎么搞的, 我不该这么说的, 怎么又说了? 有这种毛病的时候, 就要忏悔了。 如果你说了什么人的坏话, 而他知道了, 你应找到那个人, 对他忏悔。 如果那个人根本不知道你, 对他造了口业, 也未对他造成损害, 你就不必对他忏悔, 否则反而使他困扰, 此时就用自我反省, 或对佛忏悔的方法。 养成忏悔的习惯之后, 造口业, 犯口过的几率就会越来越少, 因为忏悔本身就是 纠正自己的一种方法, 到最后便可以口业清净了。 忏悔的方法是每犯一次口过, 只要忏悔一次就够了, 不需要为了某一次口业的过失, 而不停地忏悔, 老是忏悔会变成自怨自艾, 会把自己弄得没有信心。 忏悔就是承认。 如果相同的口过已忏悔过了, 却又一再发生, 那还需要一再忏悔。 忏悔过后, 又是顶天立地, 堂堂正正的一个人。 并非犯了过失之后, 从此再也抬不起头来, 而是要像不倒翁一样, 到了之后要忏悔, 忏悔之后站起来, 如果又到了, 就再忏悔。 我们本可以活得很自在, 很洒脱, 生命可以很快乐, 很享受。 可是我们却太过于关心别人好坏, 善恶, 是非, 高下。 禅宗大德说, 红尘堆里学山居, 风尘何能染人, 人染风尘耳。 我们总是去直取外在的客臣烦恼, 染悟了自己安详喜悦的清净自在。 人总是不关怀自己的内心, 总是让外境的是非, 扰乱自己的心情。 因此, 保持一个充满喜悦, 充满慈悲, 无所挂碍, 如如不动的心情, 是一个修行者最重要的课程。 并从口入, 或从口出, 有口德的人, 一定会注意自己说话的影响。 良言一句三冬卵, 鳄语伤人六月寒, 一句话可以杀人, 一句话也可以救人。 我们每个人都愿意听好听的话, 却往往用语言暴力伤害了别人。 以下是最损自己的福报的口业, 每一个人都要忏悔改过, 如果不好好说话, 就会为自己带来烦恼, 甚至灾难。 一, 恶口, 说话不注重态度, 触言轻狂, 甚至会给别人带来伤害。 每个人都要学会好好说话, 注重自己的态度, 才不会引起别人的反感。 一个人说话柔声细语, 婉转动听, 良言温语, 总是会给人如暮春风的感觉。 如果说话恶言恶语, 尖酸刻薄, 甚至口吐乌言辉语, 一定会给别人带来伤害。 有一句话说, 态度决定一切。 有时候人与人之间的矛盾, 本来没有什么大问题, 但是往往因为恶劣的态度, 而把问题推向极端, 我们反感别人, 出言粗鲁, 恶声恶气, 甚至满口乌言汇语, 语言暴力带给别人伤害的同时, 也一定会被自己带来烦恼。 语言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桥梁和纽带, 微笑的面容, 婉转的话语, 礼貌的态度, 才会受到别人的欢迎。 你尊重别人, 别人才会尊重你。 无论发生了什么事, 都要好好说话, 才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对别人恶言恶语, 口出狂言, 甚至威胁, 羞辱谩骂, 伤害了别人的同时, 也损耗了自己的福报, 甚至因此遭到别人的侮辱打击, 给自己带来灾难。 二, 妄语, 假话, 空话, 欺骗人的话, 为了自己的私利, 胡说八道, 哄骗别人。 有一句话说, 出来混, 有些事总是要还的, 你骗了谁, 总有一天, 会被别人连本带利地讨回去, 因为纸包不住火, 假的永远不是真的, 不是你的东西, 骗得了一时, 骗不了一世。 一个人经常说假话, 欺骗别人, 骗去别人的信任和利益, 时间久了, 你在别人的心中早就判了死刑, 人人都躲着你, 防着你, 鼓励你, 没有人愿意和你交往, 你失去的是道德和诚信, 也就失去了自己的福报。 有些人为了哗众驱宠, 往往空话假话套话一大堆, 却没有一句实话, 有的人稀以为真, 到最后却发现吃亏上当了, 你不但失去了别人的信任, 或许还会受到别人的惩罚和羞辱。 三, 两舌, 无事生非, 无中生有, 挑拨离间, 造谣生事, 给别人制造矛盾和是非。 世间最可恶的是, 无中生有, 造谣诽谤, 挑拨离间, 给别人的生活制造矛盾, 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这样的人, 事情一旦败露, 就要承担自己的恶果。 生活中, 有一种人见不得别人比自己过得好, 比自己优秀, 产生了羡慕嫉妒恨, 就会在背后造谣生事, 说别人的坏话, 破坏别人的名声, 给别人带来痛苦和烦恼, 而自己在一边幸灾乐祸, 甚至落井下石, 这样的人不讲道德, 最损自己的福报。 爱挑拨是非的人, 就是所谓的长舌妇, 东家长西家短, 谁家的事也掺和, 人家的感情也差一腿, 谁好谁坏, 颠倒是非, 混淆黑白, 在婆婆面前说媳妇的坏话, 在媳妇面前说婆婆不好, 这样的人不安好心, 总有一天会遭报应受惩罚。 四, 其语, 吟词艳语, 风流淫荡的话, 有的人没有节操, 说话口无遮拦, 经常说一些不雅的话, 下流的话, 引人发笑, 引人遐想, 这样的人内心龌龊, 做人下流, 福报再好, 也被自己的下流的话语损耗掉了。 生活中有一种人, 不知羞耻, 爱说一些黄色笑话, 下流的话, 露骨的话, 引人发笑, 给别人传授无厘头的性经验, 引人遐想, 这样的人三观不正, 下流种子。 爱讲下流话的人, 不注重自己的人品, 不经意间, 就会流露出乌言晦语, 戴着一副猥琐的面具, 不分场合, 不分年龄, 甚至对一些未成年人说那些引诱的话, 色情的话。 这样的人, 一定会为自己的下流付出代价, 也许会遭报应。 有一句话说, 引人亲语者, 亲语必为人所淫, 心术不正, 必遭报应, 远在而孙尽在身。